欢迎收看财经追击 许多人的资产组合都会保留一些现金 但是这些年来 把钱存在银行能够赚的利息非常少 这个趋势最近有了一点点的改变 送门票 送电器 还有比以往高的储蓄利率 银行为什么纷纷抢存款 美国酝酿加息 存款利率还会再升吗 4月中是提成个人所得税最后期限 有哪些项目别忘了承报 好少缴一些税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是承报个人所得税的最后期限了 今年有123万名纳税人在无需承报所得税服务下 不需要办理报税的手续 这占了整体纳税人的60% 那其他需要报税的纳税人就得赶紧在期限来临之前 把能够扣税的项目一一承报 好让自己少缴一些税 那有哪些项目是可以扣税的呢 财经追机整理了一张清单 希望能够帮助你减少税务负担 4月中是承报个人所得税的最后期限 4月15号是使用传统报表的最后期限 通过电子报税的最后期限则是4月18号 报税时可以扣除的项目分两种 自动扣除和非自动扣除 自动扣除指的是 只要纳税人符合条件 税务局就会给予扣除 除了个人劳力所的扣除 战备军人扣除 公积金扣除 另外两项是捐款和退休辅助计划 先来看退休辅助计划 退休辅助计划是其中一个项目 只要你是在去年12月31号之前 缴交在三大本地银行的户口里面的钱 就会自动扣除 那它是有顶限的 就是12750 另外一个项目就是捐款 只要您是在去年12月31号之前 捐入在认可的慈善机构 就可以受到这个扣除 那一般的扣除是2.5倍 比如说您捐1000块 那税务局就会把它当成2500来扣税 至于配偶扣除 子女扣除 父母扣除 进修课程费扣除 人寿保险扣除 家长税务回扣 都属于非自动扣除估税项目 但是在申报之前 要了解个别项目的条件 先来了解人寿保险扣除 要享有这项扣除 就得看你的公积金 年缴交率是多少了 如果你一年的公积金缴交率5000块或以上的话 那这个项目是不适合你的 这个项目最只是适合自雇人士 如果他的完全不缴交这个公积金 或者是一年缴交少过5000块以下的公积金 那他才适合 能申报这一个人寿保险的数额顶限是5000 一年5000 除了人寿保险保费之外 进修课程的费用也可以申请扣税 但是有条件 这个进修课程费呢 其实它的顶限是5500 而这个费用呢 这个开支你花了 一定要跟你的做工有关联 才会有扣除 奉养父母也能够扣除 这是父母扣除 和父母同住扣除额是7000元 没有和父母同住则是4500元 但是有条例要遵守 打个比方 如果我有一个弟弟呢 如果我已经申请了我的父母的扣除 那我弟弟将不能再从申请同样的扣除了 这个扣除不能分配我们兄弟姐妹的 要到了2015年孤税年 兄弟姐妹才可以共享父母扣除 而且到时候顶限也会提高 养育孩子也一样能扣税 这是合格子女孤税扣除 一个孩子可扣4000元 这个扣税项目可由父母双方分享 或其中一方补享 财务规划师建议 由收入较高的一方申报 因为一般上打个比方 如果爸爸他的年收入会比较高 他的税率会当然一般上就会比较高 因为我在新加坡 那么如果他要把它减低 我们就会建议他申请他的子女扣除 那么申请了过后呢 他可以把他的总共的税率拉低 那么拉低之后呢 他需要还的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所以相当的比较低 而且如果丈夫和太太两人还在工作 太太能够申报的扣除比丈夫多 比如在职母亲子女孤税扣除 女佣税扣除等等 如果有出租房子 租金是需要缴税的 但是有些开支 可以让屋主少缴一些税 房屋贷款的利息 还有我们的活险 还有可能修理费 就是油漆 这些都是能够拿来扣税的 可是不是每项维修费 都能够申请扣税 维修也有分一种 能扣一种不能扣的 如果是因为真的东西坏了 您去维修 那是能扣的 可是如果只是为了增值 您去维修 那这笔费用是不能得到回扣的 增值就是说 让你可以赚到更高的租金 或者是你把它装修得更美 比较容易租出去 那这一笔费用是不能扣的 让财经追击做个小总结 必须在期限之前 由纳税人自己提出的申报扣税项目包括了 人寿保险扣除 进修课程费扣除 父母扣除 和同出租房子有关的开支 其他必须由纳税人自己提出的可扣除项目 还包括了家长税务扣除 配偶扣除和子女扣除 计算好需要支付的所得税之后 财务规划师建议分期付款 因为是不用还利息的 而且也不会影响个人或家庭的资金周转 广告回来 我们将去了解 这个星期国内外的主要财经事件 包括华侨银行展开了62亿元的收购行动